新华访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博 昆仑山倒数江子牙 连来献宝 如果你到剧组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他没观止 你真的愿意放弃 四十年修得的法术和长生 变回一个凡人了 传承来自于你首先对于这种文化的喜爱跟自信 我的奉险榜呢 永远躺在原来的已经有的安全壳里边 我觉得就会变得慢慢的无趣 我们其实从小对于风神榜不陌生 对于江子牙更不陌生 经过了一代一代的 我们说口口相传也好 或者说从一些典故里边 从一些细说的故事里边 其实都能够找到不同样貌的诠释 我们这个时间在这个年代我们新创作出来的风神的故事里面 江子牙是一个什么样的 在我的理解上他并不是一个上来就是一个神仙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是一个市井间很普通的人 去修炼了很短的时间 然后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来寻找天下公主的这么一个江子牙 然后呢对于整个的影片来说那江子牙又是一个线索性的一个人物 一个游走在神界跟跟人间的这么一个人物身上 其实可以给他装载很多不同的东西或色彩性的东西 其实当时的真正的这个社会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无从而知 但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人 人物情感 我们的正义感 我们的使命感等等 当然到现在观众依然会对那个先锋到谷的江子牙会有所怀念 会有所觉得那时候很好确实也很好 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很丰富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创作过程 为什么现在不去拍一些比较个人表达的一些那样的一些电影 就是满足一下自己的创作欲没有什么错事 但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的现状来说 更需要这样的硬的东西跟真正拿得出手来 可以鼎立于世界电影之中的这样的作品 我们想让所有人都看得到愿意看 第一点是要看得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 那其他地域的人对于你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化 未必那么了解 但是对于情感我们共通的爱 正义感使命感这些包括诡谐 包括幽默这些都是共通的 这些就是可以很好的建立起大家互相理解了解喜爱的那个前提 像《凤神》这样的既有足够的历史底蕴 又能够有很开阔的创作空间 这里边可以用到我们很深厚的机电 以及现在的电影工业的一些技术 还有一些我们中国本身的一些创作优势 都能结合到一块 如果你到剧组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叹为观止 对于中国电影工业能够走到这样 你会替它感到欣慰 所以说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片子里边来 然后能够把这些提炼出来的东西用到电影里边来 你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而且也认为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创作者的一些责任 有的时候我们说那种传承来最难 我们从商周 从过去挖掘出来的古代的青铜里边提炼了很多的文式文路 我们从过去的很多的记载中 试着恢复他们当时的一些织物的织法 我们在这些细节上是不断地去推敲它 这些都受益于以往的那些文化积淀 但是同时我们在这又跟时代 跟我们现在的审美又结合到一块 它会迸发出一些新的一些有力量的东西 慢慢慢慢我们会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 这个我们中国式的传统式的这些美学以及审美 开始慢慢有自己的自信 每一步的前进 每一步的提升 每一步审美的提高 我们都特别的欣喜 这个就是能让你看到隐隐约约未来的一个小光亮 你就会特别的高兴 比如说以前在没有从事演员行业之前 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这里边有很多以往的经验 经历的一些积累 这些对于后来的工作都有很大帮助 但慢慢慢慢这些东西会被消耗掉 所以你就要不断地填充 但是其实越往后难度会越大一些 生活跟整个的这个工作经历会从你的生命中拿走一些东西 这些是曾经认为特别宝贵的东西 这就需要一个自己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寻找磨练的一个过程 你演一个比如说小尝小饭 举一个例子 我们生活里边旁边都经常能见得到 有的时候跟你生活离得不是太远 你OK 然后后来你要演一个宇航员 你要怎么演 他的生活是什么样 你没有接触到 随着而来 他就带来了不同的难度 所以说 就慢慢慢慢 你踩上了第一个楼梯 你才可以构集到第二个第三个这个楼梯的高度 那你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怎么样能够成为更好一点的演员 时间长了以后 慢慢会形成一个固有的一个壳 这个会出现在很多的神树演员的身上 永远躺在原来的那个 已经有的那个安全壳里边 我觉得就会变得慢慢的无趣 创作也会慢慢的失去光彩 尽量找的 找机会不断的去触碰去冲突一下 只有不断的尝试 敢于再去失败 敢于再去触碰新的东西 塑造新的形象 我觉得才有意义跟有意思吧 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初心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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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